沃尔玛他现在重新定位自己啊 自从这个政府部门给他这个测试试验室 在沃尔玛的这个停车场以后呢 他现在这半年以来是抢进了眼球啊 也由于这个一直没关门 手上的现金是满满的 沃尔玛最近的宣布新的黑色星期五呢 是有新的体验 但是这个他是全网都封都都说了啊 都说整个全网都在播报 他还要雇两万名人员 这个就为了这个线上的这一次服务 黑色星期五 但具体的东西呢 他是没有透露的 我们来看一下他这里 目前尚未发布有关于黑色星期五的体验 是有什么不一样啊 但是呢他确保他在发布的这些信息 及时通知你 就看肯定会说这样说 是Yahoo的Yahoo News 我们来看一下 从图形来看一下啊 这是四个小时的图形 四个小时 他最高在之前的科技股 好像大盘好的时候是到了一百五十一 那大家的这个心理价位是平均消费 平均价格是一百三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 从线路图上来讲啊 我也是没有学过的 我就给大家乱画一下吧 既然大家要求 这一根线呢 你看这个是往下的 这个要比这个要长一点点 就象征明他向下的压力多一点点 他向下的这个趋势要多一点点 那明天他但他又没有破这一条 这一条他没有他没有探下来 而且现在有也有这个新的这个刺激方案 那明天他可能是有一条线是这样啊 比他粗 比他比这一条粗广 然后就往上 这里站稳了以后 跟这个平均站稳了以后 他就会往上去 那目前还不好说吧 这这个这个阶段 那我们最后来看一下明天礼拜五 那今天他也是这个买单多 大家都看好他 他一直都是这样上去的 虽然大盘不怎么特别的熊 今天大盘今天一般般啊 表现的还是涨了一点点 还是涨一点点 他就随着大盘涨了一点点 比大盘跑赢大盘了 他今天还是跑赢大盘的 我们来观察一下吧 我觉得沃尔马 他是有这个有这个信心 有这个决心 要把他的这个企业 在这一这一两年里面做的不一样 这是我感受到的 到这一批里面 要吗 去吧 又来不这些